正式登场 会谈时间长达了四个小时 两个人还特别在庄园里面单独散步 气氛看起来非常的融洽 白宫方面也认为 这次会面是有达到双方恢复军事交流的目的 走下坐车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伸出手 美国总统拜登马上相迎 从这一刻拜登与习近平开始过招 从下车霍冰寒暄 开放媒体拍照 短短30秒 一秒都不浪费 直接切露正题 打开天窗 说量话 美中之间确实很不顺 在这一年之内 从二月初的间谍气球到南海台海问题 中俄扣拢 乌俄战争 尾巴冲突 处处针锋相对 这么两个大国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习近平连说三个步强调 愿意沟通 拜登维持一贯论调 必须进行风险管控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 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两人各自对美中发展定下基调 一个要去除误判风险 一个不要过度竞争 而习近平这一句话似乎还藏有玄机 六年前说的是太平洋 六年后进阶到地球 融得下中美 这句话被大陆网友解读是眼界高了 但有人认为是大陆野心更大了 不过回归眼前 美国似乎已经认为 拜习会成果合乎预期 确认美中军事恢复交流 达到白宫预设目标 而两人面对面四个小时 也不全然都是严肃的 面对面双边会谈 安排在庄园内散布一小段 两个人都没有带翻译 真能沟通吗 看来是走得笑容满面 拜登还双手比赞 而会议记录也曝光 两人有些轻松的话题 拜登主动聊到他和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是同一天生日的寿星 再来又是一招回忆杀 拿出了1985年习近平初次访美的旧照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X上发文 说是拜登拿起手机给习近平看照片的 还问习近平认不认识照片中的年轻人 习近平回答是38年前的事 一切都是为了炒热气氛 到了尾声还是相当热弱 这车好漂亮啊 拜登对习近平的红骑车探头探脑 还拿自己的野兽开玩笑 这手是握到不能再握 拜登一路目送习近平离开 美中两位领袖的亲密感 也同步反映在大陆各大官媒平台的用词 环球网评论拜习会场地是精心安排 旧金山成为中美关系新起点 人民网则是有中美互利合作的报道 和前几天的畅衰言论差很大 拜习会要结束时两人同意继续沟通 就看这融洽气氛是否能一直走下去 TBBS新闻综合播导 而拜习会当然也讨论到了台海议题 拜登虽然强调一中的原则 不过他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 而对于媒体报道 大陆将在2027或是2035年攻打台湾 习近平说从来没有人跟他讨论过这件事 用坦率直接形容和习近平对话的感受 拜习会睽違一年举行 台海议题还是会谈重点 美国最怕台海间会因为沟通不良擦枪走火 拜登重申 美国还是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看看这次拜习会 美方派出的人马 除了有财务部长和商务部长参加 国安方面的高官就占了五人之多 中方派出的人马则大多为外交事务上的官员 由于台湾明年就要办大选 现场也有记者关切 大陆会不会介入选举 自从去年八月美国前众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中美几乎切断对话关系降到冰点 这次虽然重新会晤 但习近平也这样警告美国 中国从不读美国书 从不干涉美国内政 同样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 这是他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 另外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法 表示习近平曾在会中强调 台湾是中美关系最大且最危险的问题 至于外传解放军打算在2027或2035年动武的说法 习近平则说没人跟他讨论这件事 原本拜习会后中方也对彼此会谈的成果抱持正面看法 却没想到拜登在记者会上说出这句话 拜登认为习近平还是个独裁者 其实习近平访美期间 不断出现反共相关示威 有激将团体大阵仗上街游行高呼习近平滚回家 还有群众在示威不调解中共等于人类公敌 欢迎习总加速师搞垮中共就靠你等讽刺字眼 针对拜登的独裁者说法 大陆外交部正式回应 这种说法极其错误 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 中方坚决反对 但相关话题都没有出现在大陆官方媒体 CN分析认为中美领袖在对话后成果仅达到低标 顶多达到战术上的稳定 不过说穿了拜习会就是一个各局所需的政治场合 习近平需要美国帮忙救经济 而拜登也想展现领导人姿态 立拼明年连任 虽然对拜登的表现美国内部看法不同 不过这次会议中美至少恢复军事上的联系 并承诺联手打击芬太尼毒害 成果比当初的预期还要好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习近平是否认对台湾动武的时间表 而国内的政治人物是怎么解读的呢 民进党的赖清德他是讽刺 这触破了在野党贩卖战争恐惧的谎言 而国民党的侯友也则是认为 无论如何两岸都应该要重启对话 喊话对岸就是因为拜习会登场 北京官媒报道 习近平慧众强调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同时外媒也提到 根据白宫官员转述 习近平点出美国方面有报道 指中共打算2027年或2035年动武 根本没人跟他说过这件事 拜清德近半回应 这就代表国民党民众党操弄的 战争谎言惨遭习近平狠狠打脸 时间表都是美国的学者跟我们台湾这边 自己去设定一个可能发生的时间点 中国大陆对台湾或中国统一 两岸统一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在这一次跟拜登的时候 讲得非常清楚 拜习会登场提及两岸议题 你辅方自然也高度关切 总统府声明感谢拜登会中重申 美国对台的和平稳定坚定立场 并重申反对任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拜习会产生的连锁反应持续发酵 而以巴冲突也还在持续当中 不过现在随着时间推移 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的声音 是越来越强烈了 就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 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也跌到了各位数字 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以巴冲突还在持续 那么现在它变成一个人道危机之后 其实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娱乐讨论 是不是应该要以色列马上的来停火 我们看到过去和以色列 一直是盟友关系的美国 现在美国人对于以色列支持度 也在往下滑 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份 最新的民调当中 就显示说32%的美国人 他们支持以色列 只是说看数字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比较一下 10月12到13号所做的同样的问题 是有41%的人是支持的 尤其在年长者的部分 这个支持度下滑的比较明显 至于有39%的人认为 美国应该要作为中立的调停者 这个比例也增加了12% 4%的人是支持巴勒斯坦人 15%的人认为不应该要卷入 而其中我们就看到 有68%的美国人 他们同意以色列 应该要赶快的下令停火 而且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另外有31%的美国人支持 美国交付武器给以色列 但是有43%的人是反对的 这当中有50%是民主党的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人现在支持度下降 当然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大隐忧 另外是还有哈马斯 以及真主党 以及他们在中东的宿敌伊朗 而以色列持续在挺进加萨 国防部长证实了 哈马斯已经失去当地的控制权 而之前传出以色列是打算 以停火三天作为条件 去换取被哈马斯绑架的50名人质 虽然哈马斯同意了 不过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办法谈妥 因此以色列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医护人员拿着手电筒 在加萨西法医院的走廊里 一间间巡视病房 但空中粉尘烟雾弥漫 医护人员一边走一边狂咳嗽 医护冒着生命危险 在煤电又恶劣的环境下 一一确保伤患是否疏散撤离 跟着医生的镜头来到加护病房 这里的状况更糟糕 伤患被抬到走廊上 整间墙壁被炸出一个大洞 医疗设备全倒在地上 以色列地面部队15号攻进西法医院后 针对这间医院展开定点打击行动 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西法医院是因为他们掌握到情报 哈马斯把这间医院当成作战指挥中心 为了证明医院被哈马斯所用 以色列释出这段七分钟移进到底的一片 在医院的多处发现哈马斯藏匿的武器 经过一整天的搜索 已军在核瓷共振中心又发现更多武器被藏在医疗器材后方 走廊一旁的柜子上同样发现大量枪支 我们在医院的地板立到了银行动 攻击器材料 武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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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 哈马斯汉加萨卫生部全盘否认. A journalist inside the hospital tells CNN Israeli soldiers were interrogating young men at the facility, and gunfire was heard inside the building.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say at this point whether there is any truth to the Israeli claims, to the American claims, that it is some sort of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for Hamas. But what it clearly is at the moment, it seems if, you know, Gaza is hell, the Shifa hospital is the center of hell. 西法院沦为人间炼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痛批犯下战争罪的是以色列. One can call it the war on hospitals, the war on injured people. What is happening in Gaza is a very obvious, very clear war crime that Israel is committing. 世界卫生组织也再次谴责以色列. 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多次批评以色列大屠杀, 如今更多加撒老百姓命在旦夕,埃尔段再度开枪.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态度也很坚定. Turkey itself, so we're not going to get any lectures from them. We stand with those who stand for justice and truth. 这场冲突已经延烧超过一个月,以色列大学新民调显示,新任纳坦雅胡的以色列人不到4%。 但相信已军发言人哈加里的却超过7成,纳坦雅胡开始陷入一场信心危机。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岁末年终又到了领年终奖金的时候,现在有6成的企业确定会发放奖金。 不过上班族预估,它们平均领的这个数字可能大概只有不到一个月。 如果我们以产业来划分的话,受惠于疫情解封的观光、餐饮跟航空业,渴望领到比较高的奖金。 不过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科技业就相对不乐观。 拿起手机扫描QR Code,接着确认点餐。 每一张出单是餐厅重要收入,也是系统业者获益来源。 大意之年,点餐方式连带改变。 工程师忙着调教系统,除了因应餐厅需求复苏,还有缺工问题。 其实这个报复性的消费增加嘛。 所以很多餐饮业突然生意起来了。 但是员工不够,不够多。 所以就要有赖像我们这种数位的点餐的科技。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客户主要都是连锁餐饮为主。 所以说也受惠于这一波的开店数。 新的客户数大概是去年的两倍左右。 那我们的营收预估今年会成长到去年的150%到170%之间。 每一间店2000元上下的月租费,让餐饮智慧公司前景可期。 员工也有望跟着收惠。 那获利成长在盘算之后,我想在横估再播放给员工的年终奖金这一块,我想是会往上再提升的。 也许,我想也许在相较于疫情期间,应该会提高差不多一半左右,至少一半以上。 只是年终增加,永远不可能人人有奖。 人力资源网站最新调查显示,66.6%的公司确定会发放。 但和去年71.4%相比依然较低,也还没有恢复疫情前的荣景。 而确定不会发年终的企业,比例则有8.7%。 显见还在观望风向的公司行后,对比2022年,占比增加了5%。 编辑写风效益似乎只有带动像一些餐饮业,或观光业,空运业的一个复苏,甚至出现缺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内需型产业这边可能有些业者,他们比较倾向于多发一些年终奖金来留财。 这个年终奖金这边,这个真的就是两样倾的一个情况。 人力银行第一波预估,观光业,餐饮业,还有空运业,可以对今年年终奖金抱有期待。 不过制造业或科技业的从业人员,得看产业外冷内热,何时回暖。 外冷内热主要是因为外销市场它现在持续的低迷。 那是因为在之前我们疫情前,很多可能国际的厂商它已经采购了足够的库存。 所以我们现在等到库存消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台湾的出口才可以慢慢的拉抬。 那预计可能今年底或是明年初就可以慢慢见到转机。 年终发不发,看大环境,能领多少看的则是印象分数。 忙碌一整年,绩效考核您一定想给自己打高分,偏偏老板想的和您总有一些落差。 求职王统计,今年的上班族自评平均给自己77.2分,高于去年的75.9分。 其中也有8.2%的人自信绩效,无可挑剔。 而企业主给出的分数,虽然相去不远,但是人力资源业者提醒,慎防静音效果。 其实在打考机的时候,可能这个老板或上司会有比较接近的印象分数。 只是看下属11月跟12月的表现,忽略到他们1到10月份表现的好或坏。 那也相对上会让上班族好像特别要强调这两个月,11、12月的工作表现。 想要盖过去自己1到10月的表现,如果有比较差的一个状况。 希望上司或者是老板在打考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全年1到12月的一个表现。 尽管已经有30.3%的上班族,做好年终领不到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尴尬的是不如预期。 不换广换不均,钱只是个触发点。 真正最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贡献并没有受到老板的肯定。 或他觉得老板其实并没有喜欢他。 或者在沟通的过程中,他觉得他并没有在企业受到重视。 所以每一次常常我们在辅导很多企业里都会看到, 到了年底打考核的时候,员工常常都会出现有很多不满的情绪,或者是士气都会很低落。 是为什么企业每一年都在找很多老师在训练,如何做绩效面谈。 但真正的关键是,他们没有把目标跟标准给确立好。 如果少了实质鼓励,是否至少还有发展机会。 企业主的规划和智慧,关乎员工是否非得用换工作,才能换个好心情。 而累计了奖金存款要买房子的话,现在国人的平均房贷期数是295期,大约是24.6年,是史上第二高。 在台湾各个县市当中,这期数最高的前两名都是在新竹县市。 因为这里的新陈屋数量多,那工作人口也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大约会贷款超过26年。 而至于在双北市的部分,是因为购屋组手上的资金比较充裕,换屋组也不太想背太久的房贷,所以贷款期数就会落在平均线上。 超大面采光,不用开灯就很亮。 位于台北市黄金地段,不只风景好,又是边间,加上超低公社比,一瓶要价112万。 换算起来,这一间可就要好几千万。 放眼全台,当房价越来越贵,下手的风势也出现变化。 在房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不只贷款的金额越来越多,贷款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探看的内政部最新资料显示,台湾人在贷款期数上面,30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今年第二季贷款期数平均是来到了295期,大约是24.6年创下历史次高。 回想房贷期数历史新高,是出现在去年第四季的297期,随后虽然降到了291期,但是第二季又反弹到了295期。 期数连续四季超过290,短短10年之间,房贷期数平均就多了61期。 在购物市场上,30年期房贷已经渐渐成为主流。 过去的消费者大部分是选择20年期跟30年期的房贷,而且这个比例来说,10组里面有将近一半的客人会选择20年的一个房贷。 甚至有一些客人提到说,那我不想要超过20年。 不过以现在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统计,我们平均有10组里面,大部分有7、8成都选择了30年期的房贷。 甚至有部分的客人提到说,那我能不能拉长到40年的一个部分。 其实基本上它有了这个弹性,至于才会怎么做规划,其实还是看个人的需求。 现在的市场上的交易,因为PG还有带到铜棚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的客人会相对来说,我能带,反而则带。 差10年,差很大,若以成交价3000万来算,贷款贷到最高八成,利率2.06为例。 假设是贷款20年,本金加上利息一个月要缴12万2096元。 如果是贷款30年,就会变成89431元。 如果再拉长到贷款40年的话,每个月的本加利则是来到了73439元。 30年一定是比20年缴纳的一个利息还要更多一点。 那我想这也是必须要就是仔细去评估的一个情形。 虽然说拉长到30年期来说,就是每个月的一个房贷的一个负担是有比较降低一点。 但是就是在房贷的一个缴纳状况的情形之下,其实银行还是会去看的。 进一步细看,以主要都会区来说,今年第二季仅有双北的贷款期数,平均不到300期。 可能原因除了是手上资金相对充沛以外,北市也有不少的换屋族,不想要再背30年的房贷。 反观,重画区比较多的区域,包括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还有新竹县市。 平均房贷期数都突破300期,最高的是新竹县319期,第二名则是新竹市的309期。 那因为新竹它的新房子很多,那有些竹北这种虫化区,那另外一个它的区域内的一个购物人又是一种全台这种所得条件最强的这个族群。 那同时它的条件大家都,整个新竹这种这类族群的比例很高,所以等于说数值很整齐的一个状况之下,是因为他们也是蛮愿意使用30年起的一个房贷。 不止越带越多,还越带越久,当处在高逢价世代,民众购物的模式,业和以往不尽相同。 铁新闻,李伟华晨月,台北采访报道。 如果您计划去南韩旅游的话,要特别注意当地的床师危机了,因为一个礼拜就有上百件的投诉,人只要被盯到的话就会起氧无比,我们继续把时间招给作合。 好,现在南韩出现了这个虫虫的危机,如果您要到南韩旅游的话,要特别的来留意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就说这个臭虫,投诉的案件越来越增加了,在10月30号到11月15,他们的投诉有104件,比起上一周是增加了两倍。 那当然现在也针对一些,他们可能比较长长生活的地方,像是高铁,地铁,这种毛茸茸的座椅,还有住宿的设施,以及物流中心的箱子,都来进行加强的消毒。 只是说这种臭虫,为什么会令人这么担心呢,因为其实他对人体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怀卉教授就提到说,他的生存能力是相当的高,而且重点是,他的吸血力是比蚊子还要强7倍。 吸食的时间最长可以来到10分钟,那你被他咬过之后,可能就会导致说,你接下来还是会再次的被咬,那常常这样就会变成失眠,而且压力可能也相当的大,那当然他跟蚊子跟跳蚤,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他的中间是这有黑点的,可是现在发现的这个臭虫,他钉咬后是没有黑点的。 而臭虫其实最常躲在行李箱的缝隙里面,会跟着旅客进入饭店的旅馆,或是移工宿舍里面,所以出国之后的行李箱都必须要仔细检查清洁,还有墙壁的缝隙呢,尽量不要堆积不用的杂物。 而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热水来清洗床单衣物,才能够防堵臭虫出没。 饭店房屋大姐拿起吸尘器,完整清理每一寸,容不已面,和枕头跟床垫,床缝的深处也同样不放过。 决胜武器高温高压蒸汽接着出动,例行清洁大作战不怕忙不完,只怕对手是臭虫。 方便也把这些虫软以及这些虫,给吸到集成袋里面再去做处理。 因为这个虫的部分,它是60度,它就会做死亡。 那像我们用高温蒸汽机的部分,这个部分会达到100度以上的温度。 师傅穿着全套防护服,代表药剂喷洒中,先锁定墙角缝隙,再由上而下,大面积施放。 三道手续明明接连寄出,不过臭虫被称为饭店客星,不是没有原因。 虫软的部分,它会在7天之后才会再做复化。 那这个环境用药对于虫软的部分不会起到作用,所以我们还会在7天之后再撕洒这个第二次的环境用药。 它虽然没有带真的是并没传播的一个效果,但是它对于人体的一个生活的困扰。 比方说它吸完血之后造成你的这个痛痒等等的,确实会带给一般的旅宿业,或者一般家庭会不便。 房内一旦发现臭虫踪跡,等同短期之内,不适合入住。 在外下榻还能退房,如果在住家,光是用响的皮肤就一阵痒。 偏偏臭虫的生命力,实在太顽强。 比较不容易清扫到的这些地方,譬如说像是这些墙角,或者是桌角,或者是抽屉里面的这些床,这些柜子的这些边边角角缝隙之处,都是有可能它是躲藏的地方。 它一两个月没有动物吸血,它也可以活了。 然后有人来,或者有动物来,它都会去吸血。 那吸血以后,它就会缠很多暖。 然后它高温当然到摄氏五六十度以上,它大概不能活。 但是我们房间不太可能到了那么高的温度。 美国的华春人DC,它每年都会开一次凑虫房子高峰会议。 显然在很多国家都蛮严重强。 不到一元硬币大小的虫子,近期让英法和韩国民众为之崩溃。 凑虫正式名称叫做床尸,生命周期至少能存活一年。 寝具的缝隙,任何物品接缝之处都能缠卵。 日间潜藏,夜间出没,吸食动物协议。 被叮咬的民众一身红疹子,少说得养个一到两个星期。 台湾也曾为此头痛不已。 过去更被我国海军陆战队戏称终成规。 因为难以完全清除,形同人在哪,臭虫就在哪。 你家有宠虫危机吗? 学界或业界公认的臭虫四大温床,包括了移工宿舍,饭店旅馆, 照护中心,甚至是高级住宅。 显然问题并不是出在于环境状况, 而是居住者近期有没有拎着皮箱,出国或迁移的记录。 因为臭虫跟环境脏乱没有关系。 而是因为他,我们的住家的这些环境条件都很适合他生存。 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臭虫是非常讨厌这个虫子。 后来因为台湾防治疟疾,用了大量的DDT, 还有干嘛PHC这些长效性的杀虫剂以后, 台湾的臭虫就没有了。 但是随着台湾国际化,商务,观光或求学的往来增加, 臭虫又跟着人群一起入境。 包括二手家具搬回家之前,也得彻底检查, 如果臭虫还是进了屋内,蒸汽运斗还有吸尘器都是驱虫必备工具。 如果传染病的话,那就会更积极的去防止它, 因为它没有传染病,所以可能也受到大的轻货。 然而扩散的程度完全不输病菌, 当国际间正想起臭虫警报, 国人更别让无意间带回的战利品, 毁了生活品质。 TVB的新闻,华少平,耶鱼甫,台湾道。 而现代人生活作息不正常,工作压力又很大, 会容易导致交感神经过度活化,或是活性过低, 出现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症状就包括像是头痛,胸闷,焦虑等等。 医师就建议可以从腹式呼吸还有运动着手改善。 自律神经顾名思义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神经系统, 作用是维持生命基本功能的顺利运作, 广泛分布于全身各脏器, 分为交感与副交感神经, 分别针对器官功能运作活化加速与抑制减速做调节。 维持生命当失去平衡时, 会因人而异产生各种症状。 造成自律神经失调的原因与压力调试 及个人体质均有关。 治疗改善的方法所要从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与健康的压力因应开始。 自律神经又称为自主神经, 它主要是由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所组成。 事实上自主神经没有办法透过大脑 用意志力去影响运作。 我们的呼吸会急促,心跳、血压会上升等等。 副交感神经就类似像是一个刹车的一个功能。 当副交感神经活化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我们人就会处于一个比较放松, 然后比较懒懒的提不起劲。 然后心跳、血压都会下降, 那呼吸也会比较慢。 A型人格就是比较容易紧张或是自我要求比较高 或是对于一些压力事件的感受度特别强的 这一类型的民众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 因为事件造成交感神经或是副交感神经 太剧烈的变化或是冲突。 其实我们的情绪也当然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胃肠的一个蠕动的一个状况。 那是包括胃经卵或者是脚痛 都有可能。 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有几个表现要去怀疑它 第一个在短时间或是同时间出现 许多身体的不舒服。 譬如一下子头痛又肩颈酸痛 胸闷心跳过快拉肚子 或是同时间这些症状都出现了 通常这么多器官一下子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少 就要高度怀疑自律神经的状况。 导致这么多器官同时出现 那或是说你反复的某一个器官出问题 比如说你老是心肌熊门 可是你已经接受过专业的心脏科的检查 确定心脏本身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要高度怀疑是 自律神经失调所导致 自律神经是调控我们身体的一个自主的系统 那当它有失调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一些症状 适时的调整工作量与生活步调也是关键 必要时可咨询精神科相关专业人员 藉由药物的使用及心理资商的帮忙 可有效改善恢复 自律神经的保养由生活的自律开始 那肠造症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因 那当然其中一个大宗的一个理论 就是在于自律神经的一个失调 造成这个肠道对于气体的一个感受度 比如说脏气或是腹痛 甚至一个腹泻甚至便秘的一个状况 这一个功能性的变化 是由这个神经支配上的一个混乱造成的 自律神经失调最常见原因 就是当我们处于长期持续压力源 或者个案压力源大到超过能承受的一个程度 就比较容易产生自律神经失调 一般在医师在协助处理这样的问题的部分 大概主要是先调整生活的一些方式 像是能够调整一下饮食的一些习惯 增加运动 然后调整生活的作息 如果搭配有一些 譬如说因为腹痛 然后甚至是有这个引起会溃疡 然后血便 就是这个黑大便 贫血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或者是说导致说引起这个进食 食欲下降体重减轻 那这绝对是要找专科医师做相关的一个检查 医师提醒平日多规律运动 像是慢跑散步快走爬楼梯 都可随时放松 也是调整自律神经的方法 台湾人特别喜欢吃鲑鱼每年估计能够吃掉520万条 在亚洲是排名第二的 不过全球暖化也威胁到鲑鱼的生存了 科学家在北极就发现有鲑鱼大量产卵 这代表的意义是鲑鱼的栖息地被破坏 所以他们只好往北边移动 鲑鱼寿司炙烧鲑鱼 煎鲑鱼还有鲑鱼炒饭 橘红色的鲜味 不管怎么料理都是一大人气美食 往上游端移动 把超大一条一公尺长的挪威鲑鱼 送进自动去林机 短短三秒钟就能把上头鱼林去干净 紧接着利用自动切片机 将一尾鲑鱼切成平均厚度 一片片处理头尾也没浪费 快速效率的一条龙程序 这里是全台最大生鲜处理中心 每小时可以处理180尾鲑鱼 下一步就准备送到消费者手里 而我们实际来到商店 可以发现这个鱼类 生鲜类部分是占了生鲜种类 大概15%左右 种类非常的多 包含了看到有日切鲑鱼火锅片 以及有骨头没骨头的鲑鱼菲力 还有大家最常见的鲑鱼轮切 种类很多 而鲑鱼其实就是在 生鲜鱼类种类当中的第一名 看看鲜鱼架上就属鲑鱼种类最多样 根据统计 台湾一年从国外进口 生鲜冷藏或是冷冻的鲑鱼 共计有2.8万公顿 换算起来是超过520万条的鲑鱼 相当于每四个人 一年就能合吃一条鲑鱼 而这个需求量每年还在持续往上爬 我们现在销售的这个数量的话 大概一年下还可以堆满这个660座的这个台北101 那每年来讲的话 大概有将近10亿的一个这个销售额 那每年也都大概有15个percent到20个percent的一个成长量 那因为近年来大家对于蛋白质 对于营养摄取的议题相当的重视 那特别是鱼类来讲 又是蛮好的一个肉类 不只是好吃 好料理 台湾人最爱的鲑鱼 含有丰富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减少体内发炎反应 满满的健康营养价值 多摄取Omega 3的油品的话 是可以降低身体的发炎 那另外一个因为鲑鱼 它是一个橘黄色的一个 橘红色的一个食材 所以它富含维生素A 那这个β胡萝卜素来讲的话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 甚至我们黏膜的健康 那如果黏膜健康 当然在一些感冒啊 一些病毒侵犯的一些防御上面是有帮助的 只不过未来想要吃到鲑鱼 恐怕得要付出更多代价 当全球面临气候变迁 温室效应持续加剧 鲑鱼就是最辛苦住 鲑鱼喜爱较低的水温 约设施5到10度 又以10度为最佳 而当水温接近25度时 鲑鱼就会开始死亡 在近两年 有科学家在北极 发现了鲑鱼大量产卵 除了代表北极温度升高 也在暗示全球鲑鱼栖息地 正被破坏 让鱼群逐渐北移 鲑鱼没有消失 但是鲑鱼的习性已经出现变化 当大环境不再相同 一环扣着一环 也影响着你我的惨着 谢谢新闻 陈寅人 陈文学台北采访报道